史上最完美的犯罪 诈骗30亿美元后竟然完美死亡 今天说的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金矿诈骗案 无数人血本无归 而犯罪分子却在诈骗高达30亿美元后完美死亡 逃避一切责任至今逍遥法外 故事还要从1993年说起 1993年4月 一个名叫古兹曼的地质学家 从印尼加里曼丹岛布桑地区的热带丛林里走出来 他浑身的肮脏污水 满脸的落腮胡须 掩盖不住他的兴奋 古兹曼向自己的老板报告了一个大好消息 他在这里发现了金矿 古兹曼受雇于加拿大的一家叫BreeX矿业公司 这是一家设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家 小型采矿公司 小到哪种程度呢 小到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家公司的存在 公司董事长马上意识到 这个金矿的发现可能是自己发财致富的最好机会 他迫不及待地宣布 公司将在印尼加利曼丹岛的布桑地区 实施一个金矿勘探开发项目 同时宣布公司股票以每股0.45加元的价格 在加拿大多伦多股票市场上市交易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这家公司不断发布关于金矿勘探进展报告和严实样本分析报告 随着报告的不断披露 这个金矿的探明储量也被不断刷新 从85吨到187吨 又从187吨到1000吨 数字越涨越高越涨越快 一直到1996年6月又增加到了1200吨 7月增加到1450吨 12月增加到1780吨 而到了第二年 1997年3月 这个数字再创新高 这家金矿的探明储量达到了惊人的 2200吨到6200吨之间 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已经是人类史上探明储量最大的金矿 一个结一个的重磅消息 让这家公司一举成名 它的股票开始暴涨 暴涨再暴涨 从1992年5月 每股0.45加元 就像火箭一样 穿到1997年每股250加元 最高甚至超出了270加元 足足上涨了多少倍呢 足足上涨了555倍 一些持有该公司股票的股民 一夜之间就糊里糊涂的成了百万富翁 这家公司创造了一个股市奇迹 该公司在没有任何营业额 没有任何盈利记录的情况下 一举成为加拿大股市历史上最成功的上市公司之一 总市值高达33亿加元 但是在这个金矿和股市神话的背后 隐藏的却是一个惊天的骗局 实际上哪有什么金矿存在呢 金矿完全不存在 非但不存在 而且连一毫克黄金都没有 那个古斯曼确实是一个地质学家 不过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他更是一个超级骗子 他对外宣布他发现的那个金矿 根本不存在 而且所有送去检测的岩石样本中 都被他缠进去了一些黄金 那这些黄金 是他从他的结婚戒指上刮下来的 后来戒指用完以后 他又从当地人手里累计购买了 6.1万美元的黄金 全部都如法炮制 混进了岩石样本之中 灵人百思不得其写的是 负责检测岩石样本的实验室 竟然被古斯曼这个并不高明的伎俩骗过了 而他的雇主 就是这家采矿公司啊 从头到尾 也一直被蒙混过去 全世界竟然没有任何人怀疑 这个史上最大金矿的真实性 但是正如同中国有一句老话 皮肤无罪 怀必有罪 这个巨型金矿 引起了一些其他巨头公司的垂涎 这是一些跨国矿业的巨头 他们纷纷抢夺金矿的开采权 古斯曼所在的BREX公司 一度被印尼政府取消了开采许可证 而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几个子女 也依靠着自己的政治实力 插手到金矿开采权争夺中 试图翻译杯羹 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商之一 加拿大的巴利克黄金公司 更是动用各种关系 通过公司的顾问 这顾问说起来 名气显得太大了 一个是美国前总统布什 还有一个是加拿大前总李马尔尼诺 又拉上了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女儿 联合对印尼总统施加影响 最终取得了联合开发权 并占到了未来公司67.5%的股权 至于那个可怜的BREX公司 只能得到22.5%的股份 看来巴克里黄金公司 已经是稳操胜券 但是故事很快又发生了逆转 另外还有两家著名金矿公司 一家叫P公司 还有一家叫F公司 简称吧 P公司和F公司 特别是F公司的总裁 包伯哈桑 比B公司的关系还要硬 他直接就是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密友 最终通过一系列运作 F公司又击败了巴克里公司和P公司 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赢得了这个金矿 15%的控股权 而其他的股权 那分别有BREX公司 印尼政府和其他的几家 印尼公司占有 F公司夺得了布桑金矿之后 立即于1997年3月 组织项目实施 到此为止 这个惊天骗局终于被揭开了 这竟然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金矿 根本就不存在 为了查清真相 F公司要求发现金矿的 那个古兹曼来到现场 接受咨询 1997年3月19号 古兹曼从菲律宾乘直升飞机 赶放布桑地区 就是他省城他发现金矿的那个地方 但是在半路上 途经加里曼单热带雨林的时候 古兹曼竟然从飞机上直接跳下来 没有带降落伞 他就是为了自杀 留在飞机上一张纸条说 他已经患上绝症 所以打算自杀 古兹曼的死留下了很多疑点 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一场谋杀案 但更多的人认为 古兹曼根本没有死 因为他在事发前一天 全部抛售了自己持有的股票 一跃成为身家十几亿的富翁 十几个亿啊 而就在他跳飞机刺杀的同时 BrayX公司设在布局地区的 严新资料库 突然失火了 全部资料毁于一旦 经过好几天的搜索 印尼军队终于在密林深处 发现了古兹曼的尸体 但尸体已经严重腐烂 还被动物啃食过 面目全非 根本无法辨认 而古兹曼的家人 甚至没有得到能够见到尸体的机会 古兹曼就被对外宣布 已经死亡了 最终古兹曼所在的那家 超级牛的BrayX公司的股票 一夜之间 一天之间 狂跌到零 被宣布破产 而公司董事长 更是成为人们 怀疑和指责的对象 认为是他和古兹曼 联合制造了这个巨大的骗局 但是公司董事长 失口否认 他宣称 这一切都是古兹曼的主意 自己也是受害者 但是古兹曼已经死了 就死无对证了 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 董事长对这个骗局是知情的 最终他被无罪释放 免于追究责任 但是人言可畏啊 从此被淹没在一片谴责声和唾骂声中 终于也是恍恍不安 终于在1998年 也就是第二年6月4号 突发脑动脉疾病去世 所有当事人 等于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这个惊天骗局 终于尘埃落定 但是到底 谁才是幕后真凶 是公司董事长 利用了古兹曼 把古兹曼有杀人灭口 制造了这个完美骗局 还是古兹曼 利用了公司董事长 骗取了巨额资金后 金蝉脱鞘 虚假死亡 然后一个人逍遥法外 不过更多的人相信 古兹曼仍然还活着 因为印尼那个地方啊 是一个很容易玩消失的地方 几百美元 就能得到一具尸体 更有人奇思妙想认为 这肯定就是古兹曼和印尼政府联合制造的骗局 而那个公司董事长 不过是一个倒霉的背了黑锅 和当了替罪羊的超级可怜虫 说到这儿 你认为实现的真相会是如何呢 后来啊 这个史上最大的造假丑闻 在2017年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 金矿 有实现的话 您播放看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